字幕提供 你的小孩已经初中毕业进入高中 这是非常值得恭喜的事情 因为初中那个风暴期已经过去了 你会发现同样是中学 可是初中生跟高中生 他有很大的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他情绪比较稳定 他越来越懂事 他做什么事情比较脚踏实地 不像那个初中生毛毛躁躁的 好像什么都懂 所以从现在开始 我们会越来越不管你 但是不管你不是表示不关心你 我们还是很关心你 但是我们慢慢的要培养你智力的 一种能力跟精神 所以你想做什么事情 只要是正当的 只要是合理的 我们都会支持你 尽量照你的意思去做 他越听越高兴 但是你最好提出来 我们研究研究商量商量 你愿意吗 我相信他一定说愿意 我觉得很多事情 这叫做辅导而不是训导 以前我们都是要训导 动不动就要训导 现在我们辅导他 告诉他 你已经越来越有自主性 越来自由度 越宽广 你要好好把握 好好表现 不要让人家对你失望 不要让人家看不起你 小孩还要不要升学 要尊重他的意见 我们现在很糟糕 就是因为考大学不容易 所以就盲目的 好像一定要把一群 这个年轻人 挤到大学的窄门里面去 好像考不去大学 就是很丢脸 而且没有前途 无论如何要挤进去 因此后遗症就出来了 未了要升学 什么事情都不重要 你看完蛋了 为什么今天高中生 不像以前高中生 以前高中毕业生出来 他可以成家立业 现在不行 就是以前我们高中生 不是说完全要升学 他就可以做就业的准备 他就可以做人业 人格的讨业 然后他出来 很像一个完整的人 现在没有 现在一进入高中 什么都不想 什么都不管 还是一心一意要考大学 我们是什么 考试领导教学 我们仔细学那些要考的东西 不考的通常不学 那这样高中生有什么用 只有升大学 其他无路可走 所以小孩进到高中 他到底要不要升大学 我是觉得还是要问问 小孩的意见 因为人是活到老学到老 人是终身学习 你一定要他把所有书都读完 才出来工作吗 还是读到高中出去当学徒 做做工作 将来才升大学 然后再出去一段时间 再来读研究所 都可以啊 为什么不可以 为什么一定要读完呢 读完出来才知道没有用 半辈子已经过去了 你看现在为什么小孩健康不好 就是因为他一读书 他读到三四岁还没毕业 刚刚毕业又不能结婚 那到了三十五岁还生不住小孩 那到了四十岁生个小孩 那个小孩体能会好吗 智力会好吗 你不会宠他逆他吗 那才怪 如果他一定很坚持 他要升学 我们也不要扑他冷水 因为那也不是坏事情 那怎么办 那就问他要读什么科系 你不要替他指定 因为很多人 指定以后 你的小孩就变成为你读书 为你读书啊 他就不起劲 他不主动 他变什么兴趣 反正是我爸爸要我读的 所以钱拿来 反正这个东西前途怎么样 我也不知道 有没有兴趣 我也不管 然后他就混了 那能读出什么东西 我们一再讲 热门会变冷门 冷门会变热门 它是变动的 所以一个人应该学自己 有兴趣的东西 而不是学什么 比较可以赚钱的 偏偏我们现在都是学什么比较赚钱的 那不糟糕了 而且有一件很可笑的事情 我在大学教授那么久 我发现最可笑的就是 我们会把大学排名 一路排下来 最好的是哪个大学 其实哪个大学 那小孩他不管三七二十一 他就闭着眼睛就是要进那个大学 结果读什么系他都不在乎 我看过 我说你读什么系 他说我读数学系 我说你数学很好 他说我所有学科就是数学最差 我说数学最差 你为什么读数学系 他说没有办法 家人要我读这个大学 我这个大学什么系都填 填到最后一个就是数学系 那我最后一分进去就是数学系 那不是很小啊 但是都是这样 你到底是选校还是选系 我问你 选系 那你就是每个大学 这个系你一直填下来 你很可能 你就进入一个 不怎么起研的大学 不行 一定要进那个大学 那就所有系都填 明明搞不清楚 什么叫动物系 也都填了 那就进去就是了 还是多少年钱 其实啊 你先问你小孩 要不要读大学 不要问他要读什么 他说要 你还要问他 为什么要读大学 一个人连读大学 为什么都不知道 就去读大学 那就浪费时间 所以我们为什么每次要提出一些重点 就是他不同嘛 你要指点他 我的小孩要读大学 我就问他 你为什么要读大学 对不对 然后问他 你要读远方的大学 还读我们家隔壁的大学 他如果搞不懂 我就会告诉他 我说你大学就到远方去 那从此你就离家了 你就比人家早四年离家 你如果选我们附近的大学 你就可以跟家里在一起多四年 你选哪个 现在小孩都是很盲目的 南方要到北方读大学 北方要到南方读大学 问他为什么 你家好一点 免得父母都管 就这么简单 那是斗气 那是跟自己过不去 我跟我小孩一谈 我的小孩都在我们附近读大学 他也没有妨碍什么东西 你读大学就是为了要离开家 这种动机是正确的吗 家里哪个地方让你不满意 谁得罪你呢 然后这样一个聪明的父母 就是要常常提问题 去问你的子女 而不是常常给他教训 你给他教训干什么 我都是问问题的 要不要读大学 我随便你答嘛 他说不要 我会不会骂他 但是过个礼拜 我会问他 我因为记错 你上个礼拜好像讲 你不要读大学 他说我要 我说怎么又变呢 他可以变呢 他怎么不能变呢 只要活着就能变呢 为什么不能变呢 他说我那个时候想读大学很辛苦 现在想想不读大学也不行 我说那你决定了没有 他说决定了 我说再想想干 说不定下个月你又跟我讲你不读了 这才是会做人 教练的人 开口就训闭口就骂 你骂什么吗 我们问他你要读什么系 他说我要读哲学系 你又不要吓一跳 哲学系没有饭吃啊 哲学系 你那么急干什么 你先问他 那你为什么要读哲学系 你慢慢就了解他的价值观在讲 我问你 我们跟他交流这些是干嘛的 我们是要帮助他确立人生的大方向 现在的人人生是没有方向的 那就叫做混 那就典型的混 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想过你 活着干嘛 就一句很简单的话 你活着干嘛 如果答不出来 那就是愤饭吃 愤口饭吃 那不然你还叫做什么 你活着干嘛 我们迟早要想 那是我们的方向问题 一个18岁的小孩 他在各方面都成熟 照理说他可以出去成家立业了 只是现在因为 他越来越不成熟 教育越来越没有办法让他成熟 所以不得不又要让他去读大学 那大学毕业也没有用 不得不让他去读研究 要讲不得不 不是说应该的 什么应该的 你一生有多少时间 大部分浪费在学校里面 这有什么好处 好 现在要这样 我们就这样 也没关系 我们一定要让他有一个人生的方向 他说我要什么 然后再问他 你读这个戏能够达到你的理想吗 你都不要告诉他 你直接问他问题就好了 我们的目的需要刺激他自己去想 自己去反省 因为这是他的事 不是你的事 他已经快要飞出去了 你还帮他干什么呢 我们帮助他提前做好准备 你要就业 你就做就业的准备 你要升学 你就做升学的准备 但是不管你是准备要升学 准备要就业 拜托 做人的基本你要稳固 好 想要就业的 我们要鼓励他 不是说家里有钱啊 用不着你这么早出来争钱啊 读书啊 那他的读书就没有目的嘛 他的目的只是说学校 家里有钱我到学校去混了 那我就多花一点钱了 我们要告诉他 一个人迟早要自私其利 因为自私其利是很必要的嘛 也不要告诉他父母老了不能养你一辈子 你讲这就干什么 那父母能不能养你一辈子 那是父母的事情跟你没关系 你只要是个人你就要自私其利 为什么 你才有成就感 你经济才会稳固嘛 你才会有安全感 所以小孩长大了以后 一定要出去谋生 不能赖在家里面 不能说家里有饭吃 你就好吃软做 对啊 你说不能偷懒 因为每个人他都要劳动 你不可以怕苦 因为苦了以后 你的斗志才会磨练出来 这种小孩到哪里都是受欢迎的 没有不受欢迎的 你看为什么现在我们好不容易请一个人来 我们就觉得说我们上当了 就他来这里 这个看不顺眼 那个看不顺眼 有好处往身上拉 有坏处推出去 不能吃苦 没有责任感 那谁要用这种人 所以我们帮助他 提前做好准备 那他出去 变成一个好的员工 好的同伴 好的同事 这是我们他 要准备出去就业以前 就应该把他做好的 你看我们不断地告诉他 出去不要跟老板闹一间 听老板的话 他要吵架 他自然会吵啊 用不着你鼓励他了 你老家他不要吵不要吵 他有一天还是会吵 为什么 他受不了他就吵了 那是有个限度的 我还没有听到父母告诉他说 出去 看不惯了 就跟老板抗议 看不惯了 拍桌子就回来 我还没有听到 因为那不是正常的 小孩迟早要离开家 这样各位才知道 要趁他小的时候 多照顾他 因为你一生当中 能够照顾他 就那么几年而已 你连接几年 你就舍不得花时间陪他 那你做父母干嘛 小孩到15岁以后 他翅膀就慢慢硬了 他就开始不太听你的话了 他什么事情要自己做了 18岁以后 他随时都会离开的 不管是进大学 不管是去就业 你不能舍不得 因为小孩长大成熟的 你还舍不得什么 但是他毕竟还没有成熟 他会有些脱轨 有些不正常的 那你要辅导他 要纠正他 因为人生是一个 你看我们讲人生 每次讲不一样 因为在不同的场合 人生是不一样 在这里我们又讲 人生是一种适应的过程 你要能够适应各种不同的环境 你弹性很大 你哪里都能活 你这辈子就很安全 不用怕 你只能适应冷气烦 你就惨了 你只能适应那种工作轻松的 你也惨了 反正你有限度的 你受到很大限制的 那你自己就很倒霉 我们一方面要满足外在的要求 因为外界会对我们有很多要求 我们要去适应 一方面要满足我们内在的需要 因为我们自己也是有欲望的 我们也要满足 满足自己也要满足环境 两边要坚固 走到合理的地步 所以还是那六个字 我们各种偏差的行为 各种反常的言行 都是什么 都叫做适应不良 一个人适应不良 他就失去的平衡 那失去的平衡呢 你就无所自从 自己也痛苦 别人也不安 我们表面上看起来 好像是因为我们学业成绩差 其实不是 你看很多人开口闭口就说 哎呀我的文化水平低 其实那个没有关系 一点关系没有 各位想想看 我们会跟人家吵架 是因为你学问不好吗 大概不会 我们不受欢迎 是因为你学是低吗 也不是 是什么 品德修养不好 一句话就讲完了 我们所认为种种的不适应 我们都把它归咎 我没有学问 我这个学业成绩不好 我没有受太大的教育 那不正确 没有关系 你看博社不见得人缘就好了 那没有读书的不见得 样样就不如人家 我们大部分问题 都是跟你的品德有关系 很少跟你的学业有关系 我们完全看错了 好 我们发现这个小孩已经18岁了 你就要提高检觉 不能当小孩一样 给他难看 因为你会把他逼走 他这个时候 他已经随时准备要走了 你再逼他他就走了 那个就叫做临门一脚 你看多少人 非常棒棒 一发展 他就从此不回家了 一句话 有种能够出去 他就真的走了 因为这个时候他已经差不多可以走了 你还逼他 一个个子过不去 所以你就开始要用比较接近大人的态度来对他 你要告诉自己 他今天不好 佛有点责任 不是你有点责任 因为你从小如果正确的教导 他不会有今天这种状况 这样你心平静 比较契合了 但是你要告诉自己 没有一个小孩是晚不回来的 没有 很多人都跟我讲 我算了算了 这个小孩我拿他没办法 我认为你不要他吗 你能不要吗 你登报座会吗 你不承认他有用吗 没有用 所以第三个观念你应该想 让子回头是经不换 一个人有时候经过做一些坏事情 他改过自新 他会比以前更好 你看很多人就是老来才出差错 就是他一辈子从来没有做错 所以他不知道怎么去预防 结果老了 错了 完了 完了 通通完了 那叫做晚节不保 一个人晚节不保 那你一生的努力都泡汤 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 羊羊都试过 他比较有免疫力 他就知道 这个东西我事先可以提防 我可以避免 不会老了才出丑 你朝这个方面想 你就知道了 所以我们希望所有的父母 永远不要放弃你的侄女 永远不要放弃 你一定要坚持一个信念 就是说 小孩 跟我的关系 是隔不断 隔不断 隔不断怎么办 那你就 一句话就讲完了 对于那些你拿他没有办法 对于那些你一想到就是泄气的 小孩 一句话 忍耐 忍耐 永远不放弃 好像很多人跟我讲 我已经够忍耐了 忍耐那么久还用 我说你还是不够 忍耐 没有用 再忍耐 没有用 再忍耐 还不行 告诉自己 力道不够 再忍耐 最后一把剑就上去了 效果就出来了 为什么说行百里 这半九十 这算什么数学呢 走一百里路 要走到九十里 才算走一半 我们一般人走到一半 五十里就说一半了 其实没有那回事 因为越往后 你的体力越不足 你越可能放弃 最后五分钟 才是最重要的 最后十公里 才是最难走的 因为你已经撑不了了 所以什么叫忍耐 我的答案很简单 效果没有出来的时候 就表示你忍耐就不够 就这么简单 只要你够 效果就出来了 你小孩马上变好了 我这不是讲好听话 因为有太多人跟我讲说 他对他小孩没办法 失望了 就这样了 无所谓的 我说这样你的人生没有意义 没有价值 他说要怎么办 我忍耐 他说我够忍耐 我说还不够 他说为什么 我说没有效果 没有效果就是你不够忍耐 他就没有话讲了 什么叫忍耐 就是效果出来的时候 就表示你忍耐 没有效果你算什么忍耐 你没什么好忍耐 永远不放弃 这条路走不通 走那条路 那条路走这条路 其实我们已经讲过了 再重复一遍 你要心平气和去想 你跟这个小孩 总有一点重叠的 共同的兴趣 你一点都没有 那不可能 你说有啊 就是聊天的时候 他心平气和 那就好了 那你就多跟他聊天 你要找到你们的那个交集点 就算是聊天 也不要放弃 你聊天的时候 不要教训他 聊天的时候 不要给他难看 不要让他认为说 你用聊天又来教训我 他连聊天都放弃 有人跟我讲说 我的小孩 他什么都不想跟我在一起 他只想我带他去爬山 我说那是好机会 你就带他去爬山 那千万不要边走边 跟他讲一大堆 他下次连爬山都不跟你在一起 就爬山 爬山爬山爬山 他会自己告诉你一些事情 你就成功了 他会告诉你更多的事情 你就满意了 他最后什么都跟你讲了 那时候他就得到得救了 那就得救了 人迟早自己会改变 你要给他机会 我们现在是从来不给他机会 你听我呢 不听我拉倒 太霸道了 太自我了 小孩子不能自我 大人也不能自我 我们现在所听的都不是这样 都说我要怎么 我要怎么 你要怎么又怎么样 属于理你嘛 我们不是 我不要怎么样 所以为什么中文老告诉你无为 很多人真的听不懂什么叫无为 无为 我没什么目的 就是你爬山我就跟你爬山 你喜欢爬山我就陪你爬山 如此而已 那就叫忍耐 不行 爬到一半就开始 坐下来 还是 竟算斗争 最后 他跟你再见 他跑掉了 你还得一个人摸索回来 太可怜了 就爬山 我什么都不走 他会觉得奇怪 你真的喜欢用爬山吗 他一改变你就得到了 老实讲一个最聪明就是 你不做他就做了 一个不聪明就是 你不做我做 那你累死了 就这么一念之差 但是现在人耐力都不足 我曾经在学校里面告诉学生要忍耐 学生跟我讲 我已经够忍耐了 我就问他 你讲一个实例 你怎么忍耐 他说 有时候我搭公共汽车 我看错了 早一站下来 我没有再搭车 我就走过来 走一站路算忍耐 我说这个不算忍耐 大家有发现 每一代这个忍耐的尺度 忍耐的标准 差太远了 现在的人懂得什么忍耐 他没有吃过苦头 他懂得什么忍耐 我们小时候是走一个小时去上学 走一个小时回来 那走一站路算什么 各位一定要了解 经济越富裕 人越没有耐心 人又没有办法吃苦 死掉的更多 我们很多事情这样想想 还要这样想想 这才符合我们阴阳文化的互动性 才是阿因时堂所讲的相对论 我们现在都走绝对论 天下哪有绝对论 一定是这样 就是绝对论 这样看看不行 那走走 说不定就通了 两分都不行 这边还可以走 那边还可以走 多方尝试 不一定说非怎么样不可 你总有一条路走成功 这个叫做 条条大路通螺 我们很会讲 就是做不出来而已 18岁应该做好自立谋生的 自食自利的一个准备 这样他就海阔天空 考得去大学 高高兴兴地读书 考不去也不会自卑 有什么自卑呢 然后这样你想创业 你一定要读到大学出来 太晚了 然后这样很多人啊 一辈子做那种事情 跟进不进大学 完全没有关系 什么关系 我希望各位建立一种说 到学校受教育 不完全是求什么知识 培养能力 它是一种享受啊 像我去大学读四年 我就享受四年 如此而已 那我不享受 我以后再享受 为什么不可以 我一定要读大学才能活 哪有这种事情 那搞不起大学 通通要自杀嘛 人家也做得很好嘛 不要有这种偏激的观念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死终 一千万 二千万 二千万 一千万 二千万 一千万 三百万 一千万 五百万 四百万 五百万 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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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